包裹在一起的 这也是当时明代 主要在明代到清代早期 还延续地使用的一种墓葬方式 从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起 大明王朝历经300年 距离我们今天也已600多年 这对明代的夫妻 数百年之后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 他们究竟是谁 他们经历了什么 现场专家很希望 能从雾中出土的墓志明 或碑文中一溃真相 然而专家们一番搜索后 最令他们感到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如果按照常规 一般都没有木堆 利用木碑 有坟的 还有享受世世代代的祭司 血腥祭司 那他现在没有 当地有没有记述过这曾经埋过人 没有 看起来就是普通的山坡 山的外表是根本就没有过 有建筑的痕迹 没有 因为对这个事情我们后来也进行去那个在附近村民做了一个调查 现在七八十岁的老人 他说从那董事的那时候起都没有知道过那边那座山 埋了人呢 有埋了人 有古墓障 也没有听到老人传说下来 那边有古墓障 找不到文字技术 包括像碑文啊 牧志明啊 没有 因为地面上都没有任何墓碑要治 按照中国古代的丧葬习俗 人死后下葬时会在坟种之上树立墓碑 标明墓主人的身份 同时也给后人祭奠留下可平调之处 然而此时刚刚挖出的两口古关 在地面上没有任何墓碑的痕迹 墓坑中也没有牧志明的知言片语 这让在场的专家感到疑惑 这一对夫妻到底是谁 他们生前遭遇了什么 以至于死后没有留下任何可探明身份的线索 这两个关都多沉呢 这个的话后来我们就是用那个第二口关啊 第二口关我们是就启用那个吊鸡 去把它吊起来 那根据那个吊鸡所承受的那个重量来估算 后来梁老师他们也是根据那体质来估算了一下 那个大的关应该是超过五吨以上 超过五吨以上 哇那当初要给他安葬的话 绝对是一件大事啊 大的大的应该在五吨到六吨的样子 小的呢在四吨左右吧 它外部是什么东西 外部也就是那个 也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史料 就是这个形状 外面看就是这个红的 外面看就是这种